我们刚看到了其实不同民调的不同数字 但是呈现一个趋势也就是国民党 在反感度是跟上个月比是大幅下滑的 这没了电子报 那么另外一方面在其他的像是 别的大数据调查部分 也有国民党是好感度居冠的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受到这样的一个氛围 或者是他们看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指标 所以在昨天的时候 我们检查总长刑派招居然下令要彻查北检 因为他受不了说这个金华城案 人履被爆料 那周刊一直报一直报 所以现在邢泰招说要查 可是昨天立刻在节目现场 就被谢寒冰冰哥吐槽 冰哥说现在跳出来喊说要查 有没有泄漏有人会相信吗 想查早去查 而且一查就能抓到 你只要盯着静周刊的人就好 要查的话也不用大张旗鼓 接下来每周定时收看静周刊 就今天就有了 会有最新报道 尤其是那些轻侑媒体照三餐也 根本就已经是连续剧了 所以我们讲说最近怎么是吹这种风 因为从上个星期开始 你就会发现民党立委 他们自己人审发会 也在针对静周刊 认为说他们就在算 像是审发会说 静周刊报金华城案 新闻多达了80篇 靠这吃穿就够了 庄睿雄也在骂 他还直接点名了三大机关 直接说这个侦查大公开 他说法务部不是说 有在家常宣导就好 问题是会大众根本不相信 而且他还强调呢 最近屡屡传出这样的事情 就是没有办个己见 来杀鸡紧猴一下 所以不知道啦 布老师因为 我等会请教林涛 就是说是因为 民党看到什么数据 什么指标了吗 觉得说你要赶快来一下 否则会不会还是 持续往下探探底 那么同样也要请教林涛的 就是你最近指定他一个人 黄珊珊来了 今天周刊报导他了 是不是 那黄珊也出来回应了 那里面有特别提到 黄珊珊的角色 那么包括了几篇的报导里面 提到2022到2024 是县市长选举 和总统大选期间 有查到了18笔 18笔算算80万 捐80万2000元 给柯文哲黄珊秋成远 陈婉汇等人 那么其中 黄珊两次各收2万元 还有8万元 共10万 好 珠牙虎坦承210万 是省庆金行贿 柯文哲款项 至于其他员工充当人头 会出了80多万 有没有对价关系 要继续再查 好 那么周刊还爆料 2020年2月底 珠牙虎带着省庆金 和柯文哲 彭政生密会 达成相互帮忙共事之后 当天下午也拜会了 黄珊珊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也要印证黄珊珊不是局外人 那黄珊珊今天出来回应 她说 我的副市长办公室外面 有七八位秘书 绝对不可能密会 珠牙虎是市府前官员 来打招呼或拜会很正常 拜会跟密会是两回事 那么另外呢 政治现金的部分 黄珊珊也有澄清 那么她说政治现金 有政治现金法的规范 公开上网透明 经查中工机械 对各党派候选人都有政治现金 对于过去选举期间所收到的政治现金 都依法如实申报 每一笔政治现金 她心存感谢 同时一口气呢 就是把蓝绿 十四个人都收过这钱 全部咬出来 那只是因为刚刚其实 领导一来 我也就问了 我说周刊报导又怎么样 然后讲的黄珊珊是新妇 还有另外一位新妇是这个蔡碧如 但这两位到现在检调都没找他们 没有约谈 没有错 等一下我一定要来说明彩蛋 就是黄珊珊她在涨到这个政治现金 我不认为政治现金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黄珊珊有更大的问题 待会再来提 我必须先必须要讲 其实你看到这一段期间 为什么 因为这个为什么 这个在野党的民调正在往上 然后职业党的民调正在往下 因为民众都看得到 现在的执政党是双标的政党 那我怎么讲双标 你就拿几个例子来看 说真的 你一直在讲这个金华城橘子橘子橘子 超斯版的橘子已经出现了 你还不传 超斯版的橘子就是吴玉飞 吴玉飞 大家讲说1.4亿的金流 有7000万 现在还在秦宇桥的账户里面 可是剩下的钱全部流到日本 这个吴玉飞的账户 那这个吴玉飞 它当然是一个整体的金流 跟所有这次买单的重要核心的关键 我们就讲 其实如果说现在要讲金流 要讲土力的话 说真的 你柯文哲你也没查到金流 你就把它压起来 已经压快两个月了 那这很明显的土力 这个超斯土力 他低价高报 那你要不要把陈其中压起来 你要不要把陈君之压起来 他们现在还在装骰 陈君之还讲说 他不知道超斯这些人的关系 怎么可能 如果你一个这个农委会的次长 当时候是次长 你都搞不清楚 然后现在你部长 一问三不知的话 你根本 你干脆下台算了 所以我们在讲嘛 超斯的案子让人家看到 民进党真的双标怎么说 第一个 当时候的进口鸡蛋低价高报 量才多一千万 这个超斯是多1.4亿赚取暴利 到底谁上下其手 当然很多媒体 有的是讲字员 有的讲日币 可是就有低价高报的情势存在 这个超斯简单要不要查 第二个 我们讲到吴玉飞 他一个女士 他一个吴玉飞 一个人 你今天农委会要买鸡蛋 数千万颗的鸡蛋 你不是打给大成 你不是打给大武山 你不是打给重要这种大的这种机构 你打给个人 而且农业部从2018年就一直打给他 我们要鸡蛋 你可以知道吗 这不是几亿的案子吗 几亿案子 你就算这个生鲜食品 不用按照政府的采购法 可是流程还是要比照政府的采购法 怎么可能一通电话 那为什么不是打给我 为什么不是打给波鸡哥 对不对 你怎么会打给吴玉飞呢 不是有个鸡就可以有鸡蛋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怎么可以 cancel这么大金额上益的人 然后你一直打给一个个人 然后这个个人是怎么样 前面用量财采购 量财是一家医美生技公司 他买什么蛋 进口什么蛋 笑死人了 之前不是快灾计是小吃摊吗 现在买鸡蛋是医美生技 怎么民进党这些 发包的产商怎么都这么奇怪 所以我跟你讲 量财是一件事情 后来量财不愿意承包 就紧急让超市来承担 可是超市当时候签约的时候 他公司还没成立 所以变成说这是一个 非常明显的重大的弊案 简连已经拖到这个时候 什么才要查 第三个很夸张 因为续彩会是拿空白的授权单 给超市填 你进口多少钱 进口多少数量 你报一报 然后用印之后 我们就把钱汇过去 这是什么夸张的事情 这是三四十年 这种什么落后国家在做的 勾机的这种行政流程吗 所以代表中间一定有弊案 然后呢 为什么这么久没查 都是小英男孩 小英男孩一号郑文燦 之前也没有被查 压了几年现在才查 小英男孩二号成击中 对不对 那时候不是很嚣张吗 到处告人 现在败诉 对不对 败诉大将军 然后现在呢 涉入这个案子 怎么不压起来 怎么不查呢 他还笑着离开 还笑着离开 我跟你讲 这个人真的很奇怪 我就很担心 他有一天又出去说 他爸爸曾经卖过鸡蛋 就这个人到底 他有没有好好的面对 大家对他的指摘 而不是用司法 来做他的反护伞 所以我说 这个二审司法的判决 还我们公道定宴 这真的是一个 非常大快人心的事情 郑文燦 我们警听他出事 然后呢 林又昌爆掉 然后现在是陈吉仲败 第四个就是黄珊珊了 我必须要讲 当然这个黄珊珊 今天周刊的报道 用政治献金的切脚切进来 可是我认为啦 政治献金申报 只要有合法合理的申报 蓝绿都有啊 而且说真的 30万 他副市长 他选台北市市长的人 30万 你不要低估他好不好 这么好笑 重点是周刊的一段话 这一段话写的当时候 沈庆金跟朱雅虎 早上去拜会 柯市长跟彭震生 代表说整个 彭震生跟柯市长 整件事情案情 他们是应该要了解的 下午这两个人 就拜会黄珊珊 我就讲嘛 从五月 柯文哲主席的案子查办到现在 我们都一直呼吁 到底关键的角色 黄珊珊什么时候才要被查 然后呢 你自己去看政治现金案不是那些大老板 加一加2750万吗 你身为一个柯文哲竞选总干事 你总是知道这些钱的进跟出跟怎么花 你应该是可以出来交代 如果不知道怎么交代 政治现金的进出跟政治现金的申报 总是减年也要找你去问问看 那这些大老板捐钱之后你知道吗 进了谁的账户啊 台湾民众党 还是柯主席什么账户还是庄望基金会 通通都不问 然后今天柯文哲主席金华成案子 你每一场的便当会你都出席 然后已经被周刊讲说 朱雅虎跟沈静晶到你的办公室 你还要瞎扯外面七八个秘书 那我告诉你 减年七八个秘书也全部要查 你以为什么七八个秘书向你作证就不用查吗 全查 整批人全查 所有人都被问了 只有你还没被问 然后呢 你是核心关键角色 你是副市长又是柯市长当时候的新妇 陈佩奇跟柯文哲当时候北检踏出来侦查完 他去谁家 他去你家过夜 所以你有多重要你知不知道 所以大家在讲说 过去不再讲说到底黄珊珊什么金钟照铁布山 我告诉你 因为很多人在讲说 因为现在会期期间他是立法委员 当然 查办的过程中要去问韩国医院长 能不能去调查这个立法委员 青岛大楼拜托立法院那些每次收财 不是一堆人就进去了 对不对 打个招呼进去 查办这也是小事 然后呢 如果你一直不道案说明 减年又碍于现在立法院会期中 你难道要让阿伯押到明年二月吗 立法院要开到明年二月啊 省总预算啊 所以你要让阿伯押到六个月吗 所以检方在上述说这个地院的判决是说 还有部署还没到案说明 就是橘子 就是黄珊珊 所以如果一天黄珊珊不主动到案的话 基本上就是害死柯文哲 那我必须要再补充 另外一个金钟罩铁布山 因为现在大家已经在传了 是不是黄树光 因为他的哥哥黄树光是掌管中华民国 我国国建国造所有高度机敏资料的人 今天你动了黄珊珊 黄树光会不会出手 你动了黄珊珊 黄树光会不会反咬 都是很难讲的 所以我觉得在整个案情 在正要这个要突破的时候 为什么现在僵持 因为关键角色还没到案 所以我在这边呼吁黄珊珊 我其实跟了好多的好朋友 跟所有的在野力量 已经重申很多次了 我们检验台湾民众党的特定人士 不是要检验台湾民众党 或是柯文哲主席 他司法案件他必须要自己去面对 可是检验黄珊珊很重要 因为他是拿假民调出去诈骗别人的人 然后他是破坏六点协议跟蓝白树的历史罪人 所以我们检验他不是去攻击白蚁 不是是去检验蓝白树破局的重要的元凶 所以我觉得检验黄珊珊是有必要的 因为他每一天卡在那边 你都不知道他明天要搞什么事 他妈妈搞一直搞事搞事搞事 政治现今没有一件事情处理得来 你身为律师你当过副市长 竞选总部的账可以这样子做 漏爆一千多万 漏爆两千多万 实在是太夸张了 所以我觉得检验你今天一定要坚持下去 说真的我已经告诉你了 前面郑文灿爆掉 林佑灿爆掉 这个陈其中败诉 接下来黄珊珊你等着瞧 你觉得他快爆了 我们检验你就是有所本的 接下来下一个爆就是你 所以你最好在这个时候还没查办你的时候 自己到案说明 这样子的身影会比较漂亮一点 不过今天周刊报的两位主角 我说报道的报 一个真的就黄珊珊 另外一个就是橘子嘛 写了一篇 说橘子的云端形势力被破解了 柯文哲私访审庆金的细节浮现 里面记载了两次以上陪柯文哲到 微经集团总部拜会审庆金 而且有特别著名雅虎来接 其实我们看到了徐府和陈志涵 就有在讲说徐府说他梦到了柯文哲 两个人提到了做梦的一段部分 陈志涵也有特别提到了橘子 他说现在要找证据找到哪里呢 他一个形成秘书橘子 因为查不到金流 所以开始找一个人 一个在国外的人 说他卷款潜逃 或者是他掌握了最核心的事情 那我就想问一句 就是橘子从头到尾参与金华城案吗 没有嘛 这个陈志涵的说法是呢 橘子其实没有参与金华城案 他有的就是在政治献金的部分 可是问题是 检掉现在哪管你啊 金华城政治献金 他就是把两岸混为一谈 要拉出其中的对价关系 波基 我不知道案情是怎么演变 因为我不是里面的人 但是如果检查总长刑泰招说 要交高检署侦办的话 那这个是不是侦查 违反侦查不公开 他报导说检方已经破解了 那谁会知道检方破解 对不对 这不就是检查 侦查的秘密吗 对不对 那这个你不去查 那就笑话了嘛 如果你今天形态招都交办了 那这款抱歉 那这一篇就是重要的证据啦 对不对 这篇我怎么看 什么叫做破解他的云端的这个刑事例 连里面有雅虎来接 对 为什么不是小猫是雅虎 对不对 那表示这个就是侦查秘密 已经被公开了 那谁会接触到这些侦查秘密 如果以这个雅虎来接 如果今天是检方的话 只有检方会接触到啊 难道今天举止会自己跑去 跟他们讲 我的云端被爆料了 怎么可能嘛 像昨天 昨天那个陈又诚 这个云众党的议员 他来上我广播节目 他说因为他跟举止私交还不错 他是说在柯文哲还没有被羁押 就是那时候被抗告成功 然后呢正准备要再押的时候 他说他那时候有试图要联络举止 因为关心一下 就是说他老 毕竟是他的前老板嘛 那他说那个时候就 他就联络不上 找不到人了 那时候应该是9月初 他说那个时间点 他赖举止就已经已读不回了 不是已读 是不读不回 他就不就举止就失联了 所以不是 不是检掉把它列为关心人才失联 他认为说 他自认他跟举止算是私交还不错的 他说都都联络不上 所以我觉得这个举止 他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但我也认为说举止 如果你没有设案 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为什么不干脆就回来 你不回来反而奇怪 以这个案子来讲 了不起你就是回来说明嘛 你回你不回来 然后呢 你反而会让大家觉得说真的有鬼 所以很奇怪 这确实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但这是再怎么样 这是举止 自己要决定的 那你当时他的护照被注销 他在日本了不起 就是待满他签证能够待的时间 然后呢 如果他发生什么状况 他势必就要被遣送出境 那除非他已经离开了 他已经到第三国去 甚至可能到不需要护照的地方 这个我不知道 但是这个接下来就是看司法检调 有没有办法去把这个案子继续查下去 但是以目前都还在所谓的放消息的状况来讲的话 其实以这一期 我老实说你说什么 政治现金里面又有什么人头什么样 因为他里面有一个 说什么金华城的会计 什么去年到今年总共捐 柯文哲9比10万块 我想说蛤 对啊 就是那种金额 不是10万块 总共10万 对啊总共 不是如果今天他 他猜1比1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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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能想说那可能是要改匿名捐款 没有没有匿名 他全部都用他的名字 你把它猜10比9万 9比10万块 捐给柯文哲 这是要汇什么 我不相信今天柯文哲可以拿10万块钱 我要帮你做什么 这个到底前后要怎么去对价怎么连结 不是因为他是金华城的会计 他捐款就一定有问题 我觉得这两者没有百分之百的必然关系 但是检掉了 你今天要查这个案子 你要把政治现金连结的话 你就要告诉我们 比如说这个跟哪个案子 他有对价 他有连结 你要把这个来龙去脉讲清楚 否则我们以柯文哲 郑文燦的那个案子 政治现金 郑文燦不是只有退500万 他还退了600万的政治现金 那一块在起诉书里面 是完全跟这个案子无关的 是完全跟他收钱是无关的 所以他只是另案用政治现金法处理 那就是两回事 所以我说这个东西 如果你没有办法证明 他们的因果关系是汇款的话 恐怕很难定罪 当然今天周刊也报导了 就是说沈庆金很哀怨 他有抱怨容积率 案被郝龙兵刁难 连560%都不保 后来呢 柯文哲依法让他取得了840% 他和柯文哲清白却被迫害 如果交保重获自由之后 他要砸重金 拍摄他整个遭遇不公的影集 到Netflix播放 宏卫委员你会想看吗 我现在想到 那个就是沈庆金过去 他曾经投资好像是8000里路云和月 是不是 他以前是有 真的是 他确实有投资过 这个 这不是影集 他是电视节目 刚才杨敏讲到一件事情 我后来有点惊讶 他说如果说呢 今天就是说查到 金华城的会计 分酒笔 然后一共10万块钱捐给柯文哲 我觉得这个已经到了 这个上天下海 就是这个上穷弊落 下黄泉寺的方式 来查相关的金流了 因为你想想看 9比10万块 了不起吧 平均一比带1万多 所以就说 他已经是蚂蚁兵端 一个一个一个 想见没有 只要能连接 你都把它连接出来了 那为什么到现在 还没有一仓必命的证据 为什么还要去严压他 而不是直接的去起诉他 我觉得这一点就是 恐怕现在非常着急的是检调吧 尤其你一直透过静周刊 每周好几报 这个魏阳静周刊 然后再魏阳给政论节目 让他们能够天天 每天照三餐 来伺候这个柯文哲 那到这个地步 但是你还是没有办法 直接的拿一个 一刀毙命的证据 直接起诉他 恐怕那个检调自己要加加油了啦 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 比如最近又提到这个冷钱包 对 那我不晓得 因为冷钱包也是被曝光之后 大家也把它讲得非常非常的神奇 对不对 而且这个相关的政论节目 还去邀请了一些专家 来告诉你怎么样破解 冷钱包是怎么样可以洗钱 怎么样可以交付 然后神不知鬼不觉 然后又说什么 除了这个举止之外 还有一个他讲的就是邱玉凯 担任过这个 优卡公司的总经理 那就说哎呀这个邱玉凯 也是他的帐房之一 罢罢罢罢之类的 哦讲的都很活灵活现 好那如果啊 这个所谓的找到冷钱包 真的如是陈志涵所说的 就是一个活动里面厂商 送的一个这个纪念品 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检调是不是真的非常非常丢脸啊 那你这些政论节目 会不会非常的丢脸呢 所以其实我想现在就是要 就是申请延压柯文哲 然后会不会他继续的被收押 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揭晓 那我们也很想看到 检调你再度申请延压 你的理由是什么 你的理由是什么 你到底在这个金华城的 这个案子里面 你又查到什么样的新市政新证据 还是只是因为你今天继续的 被民众党所讲的 就是压人取共而已 那我要讲一下就说 因为这个游淑慧 就是他有讲到 他说如果民众党是透过媒体 跟群众的影响办案 叫做政治力 我也同意 就说不管是政党也好 政治人物也好 透过群众运动 试图来去影响办案的方向 确实是政治力 但是我也认为这个案子里面的政治力 实在介入太多太多 如果你相对 我常讲就是如果你相对 检方利用镜周刊 利用媒体 把所有侦查的这些相关的资料 不管成熟或不成熟 不管你有没有办法定罪的资料 都透过媒体释出 然后做这个 试图用媒体来做公审 请问一下 这是不是政治力 那更不要说政论节目可以这样子的 我直接点名三立民事 这样子的每一天不间断的 好像全台湾没有办法发生什么其他的事情 只有每天只发生这个 柯文哲是我们的国父嘛 我都觉得好奇怪这样子 用这样的方式来试图去带风向也好 或者是想要试图去引导整个办案的风向 试图去影响所有社会大众的新政也好 那我请问一下这叫做什么力呢 这是媒体影响力还是政治力 所以老实讲在这个 柯文哲这个案子里面 我们看到所有司法调查里面 极其扭曲的一面 所有你该被扭曲的 所有你该遵守的 这个游戏规则通通不用遵守 而且你不遵守通通没有关系 真的离谱的事情是 包括就是你这些所谓的侦查不公开 有侦查不公开吗 在这件案子里面侦查不公开 在台湾成为了一个极大的笑话 所谓的无罪推定 在台湾也成为了一个极大的笑话 政论节目一方面去打 我已经判决因为无罪推定 另外一方面根本就是直接公审 已经不是两天三天两个礼拜 是持续的超过两个月以上 请问一下我们的NCC有在管吗 没有 有在管吗 有像当时中天动不动立刻是不是 立刻就让你们说明 立刻就来罚款 有吗 我到现在没有看到没有任何的一件案子 然后大家可以在那边夸夸其言 所以这个案子不管它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但是它是一个极其扭曲的司法案件 而这个司法案件你告诉我 里面没有任何的政治力 没有任何司法公正以外的一个力量在左右 就试图操纵 试图影响整个的办案方向 我相信真的连小学生都不会相信 好那我们接下来锁定 2026尤其在新北这一局一直在加温 那么尤其是苏巧会动作频频 他已经表态了他要报名新北市长 而且他今天一大早上节目特别提到了 希望新北跟高雄一样 网友整个你知道讨论的好热烈 网友说新北市民表示不想成为高潭市民 没住过高雄吧 新北水沟盖也要种树绿化了 他还有身为新北市民的新生 你不要过来啊 此话一说他不必选了 有网友说跟高雄一样补助拿最多吗 开不用场地费的演唱会吗 还有人喊我的天哪 讲出这句话他就输定了 讲给北漂族听的 好这是苏巧会 那么另外呢也现在听说动作也很勤 跑基层跑很勤的林又昌 他也要想选新北 那么这一次呢 他是带着小吃探班吴征的直播 而且他要示范怎么叫做装重吃播 林又昌呢 他说要示范怎么装重的吃 要求吴征不仅要做三分之一板凳 一碗就口吃的时候还不能发出声音 那你知道他今天一讲到三分 做三分之一板凳 我们就觉得很敏感嘛 有没有我们调出去年的报道 当时还吵了一波 有就是呢这个 克文哲之前爆料 就在2018年的时候呢 当时赖清德拜会他寻求 要支持这个深奥电厂的时候 还说呢 当时赖清德板凳只做三分之一 很拘谨 当然这整段呢 其实被赖清德给否认了 那昨天呢林又昌又提到 要做三分之一板凳 所以是在偷臭赖清德吗 请教这个林涛 目前的新北的战况 新北的战况 在今天早上有新的变化 因为郑国会的议员有 五六个人一起开个记者会 就会想说 是这个朝着侯友宜去吗 是朝着苏桥会去吗 都不是 他朝着李世川 然后呢 他没有基于这个事实的根据 直接对李世川播张嘴 李世川很好笑 你突然回去就说 我现在有选举举了吗 他说杀我干嘛 我又没有要选举 我又没有选举 我现在还没有 他说的没有错啊 他现在是台北市的副市长 他有说他要选了吗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今天 就可以看到郑国会急了 那为什么会 郑国会急了呢 因为基本上呢 因为林又昌过去 在这个基隆罢免案 全面挫败 可以看出他的 不管是在这个基隆的基层 他叫不动 除了他的子弟命之外的人 然后他的子弟命设币被收押 七十万 对不对 尴尬 然后呢 他的这个另外一个子弟兵 也就是他的教育处的处长 是海科馆的馆长 涉嫌痛骂他的员工 然后还发包这个标案 给他的儿子的公司 这都是弊案啦 所以你可以看到 林又昌的烂政长这样子 那当然他在党内的这个地位 就岌岌可危啊 气势很低落啊 所以我觉得他很尴尬 他还去吴征的这个直播节目 带着基隆小师 真的让人家回想什么 回想基隆你输了耶 然后呢 你的东厂 你跟大日的这些弊案 然后你的子弟兵的弊案 那意思是让人家讲到基隆你的烂政 你到底在想什么啊 所以我觉得林又昌是一个不成熟 而且没有底蕴的政治人物 其实你立四看他的讲话就知道 然后现在毫无政治判断 你叫一大堆政国会的议员 开记者会打李世川你在打什么啊 就你根本没有策略 然后我说真的 你不用管李世川 你管的是书巧会啊 你不能林又昌在基隆书 然后书巧会宣布要参选 积极的表态 然后你就心里压力三大 就开始抓着别人乱打 这样不会让林又昌加分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焦虑感是来自于 现在的书巧会 他已经台面化积极的表态 而这个表态是对于民进党里面 压力很大的 所以我觉得今天早上 郑国会议员的记者会 你可以解读成 民进党新北市长的初选战争大战 就此启动 你就可以看到接下来书系啦 林又昌系统啦 两个会开始斗得多严重 那重点来了 经上的态度才是重点 所以你看啦 林又昌也好吴珍啊 势必说经上的态度 经上不过是在中常会跟你讲说 你吃播要专重一点 没有什么知识的内容 直播就是直播好不好 那清德你有没有搞清楚 现在的社群 你要知识有知识的平台 直播就是直播啦 这个我要帮帮补充 他在拴吴珍美当兵 那个做三分之一板 在一碗就口 那个是当兵的时候 我们吃饭 有没有 林又昌当过兵的 都知道这个是当兵要用 吴珍被判免疫啊 对啦 他是在拴吴珍 他是在拴你 没有当过兵 吃饭不知道要装重一点 连秘书长都要拴他了啦 好惨啊 吴珍真的很可怜 因为他当时候说什么 你们都没有流量啊 你怎么这个 这个做直播是这样 就赖金德第一个点他 第二个又点他 你吃不又带装重 你不要管人家 你给年轻人去弄嘛 你长辈然后一天到晚 要怎么样很装重啊 开始阅读吗 还怎么样 吃播就是吃播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 是长辈进来之后 你就会让整个这个态势 或整个的这个新媒体的样态 变得很混乱 所以四不下 你可以预言他们接下来 这个直播节目 一定是失败的 因为他想直播 他想跟王一川讲一些五四三 结果今天赖金德看上 不能讲一些五四三 他开始练金啊 那就别人四不下 可以啊 可以练金可以啊 王一川就会练金啊 所以你基本上可以看到 现在的这个苏巧慧 跟这个林友昌的争斗 可是为什么 你就会很奇怪 因为苏贞昌在新北市 是有底气的 然后苏巧慧 牙子滑水这么久了 可是偏偏 金上就没有看他一眼 他没有看他一眼 你觉得赖金德不属意他 他就是不属意 苏巧慧嘛 他要林友昌就是了 对 他现在就是要用林友昌 来看看你出戏要怎么谈嘛 但现在林友昌 已经被打成仗 而且他已经没有底气了 只能看这个 我们讲说 最后的一搏 叫政国会的议员出来 就喇一下 讲一些五四三 然后讲一些奇怪 泼张水 所以我觉得 这可以看到满满的是危机感 整个政国会 其实满满是危机感 因为林嘉隆跟这个政国会 他们去跟赖系结盟之后 政国会等于现在就是 反正林嘉隆去做他的外交部长 什么话都不能讲 然后林友昌又是节节败退 随时要这个下台的倒数计时 所以我觉得回到新北市的战局 我感觉我们国民团比较稳健 我们三个潜在的李世川 洪孟凯 还有这个我们相关的 大家都是稳健的在往前走 至少大家还有刘和兰 所以我觉得这三个人 至少都在做事情 做市政 然后就只剩下你们这些 明明是执政党的秘书场 却连政策都讲不出来 却连保护基隆 你都没有肩膀 所以也造成现在林友昌的危机 不是别人造成的 正是你郑国会自己造成的 为什么书小卉说 希望新北跟高雄一样 会引起这么大反弹 因为不是 我觉得小卉也是很习惯 你怎么踩雷 你怎么一发表就翻船 新北市民有想要变成高雄市 现在陈其脉的政策吗 结尾们总烦到脸上新闻 干燥与暗沉 现在起跟我一起放心交给 KS Royal Faith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KS Royal Faith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它添加五种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加肌肤弹性水嫩 轻松不平皱纹 换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ith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国附路全校精华精华生 即刻启动动铃密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